本土示威者 玉馬內地客 可否接受 大家可以用遙控器的光鈴仔或空仔投票 紅色是表達自由可以接受 綠色是粗暴大可以理解 藍色是代表非理性不能接受 黃色是不懂得判斷 民調的結果我們會在明早的時事傳方位和大家一起公布和分析 至於上星期的問大家香港新聞自由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當權者打壓百分之五十六 傳媒自我審查百分之二十 傳媒質素下降同樣有百分之二十 非發市民支持有百分之五 很危險 是否當權者打壓有感到壓力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每個人都要拿證據 上次我們都說過很難拿證據 甚麼為證據呢 玲姐星期天在城市論壇都說得很清楚 我對眼就是證據的 我就是證人的 還要拿甚麼證據出來呢 第二件事就是當權者打壓 其實在香港或者在全球都是 我不能夠孤立香港來看 全球很多的執政者 當權者都希望 和傳媒和他拍攝照片 這個很正常的 現在李方卡姆倫很開心嗎 英國倫敦水浸那天看天空衛視 出了名的 梅鐸的電視台應該支持保守黨的 都問到他的口啞啞 這樣整個英國都在水浸 搞錯 環境事務大臣 在做甚麼事 就是要喉舌 是不是 大家都想要有 問題就是當你想要有的時候 某些人就誤解 當你以為夾到某個傳媒的高層 因為他有很多生意的因素 從而夾完他之後 希望下面會轉身 然後支持他 社會就會跟著去 這件事是錯的 因為在現代的社會 你不能禁止思想傳播 你禁止到那邊 就另一邊上了 今天在《信報》 《烈月曾》一篇文章都看到了 它說了現在媒體的流量 網站的流量就看到了 一些新興媒體的流量 已經多過了舊的 是的 媒體的 講了幾百萬 就算舊的媒體之中 大家最不喜歡的那個媒體 大陸不是大家 上面最不喜歡的媒體 那個流量是多過政府網站四倍的 你不能禁止的 不能禁止的話 那個傳播就越來越強了 只要業界摸到一個賺錢模式的 就已經慢慢轉過那邊 那你怎麼禁止 越禁止就越壞了 而且你怎麼打壓 你打壓一個 另一個就會上來 就是越打壓 大家就越團結 越團結就越不喜歡你 於是某些市民 聲音不能發洩 就去沉默 就去示威了 所以壓不住的 壓不住的東西 不能用壓這種方法 我們先聊到這裏 明天九點半鐘 再和大家一起聊 不要壓了 明天再見 你 我賺一天 武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